字幕提供 10.37 我要暴墓嗎 OK OK 半屏出一位 大小要念定場詩呢 等一下 我要念了 我已經在念了 你們還打斷我 你們怎麼回事啊 我還念了 半屏出夜未免 2018年9月6號 10點37分 然後現場有三位 OK 然後首先有陳佑 大家好 我是佑飲屏的陳佑 有那個嗎 有10號 福天地者 萬物之逆鱗 光陰者 一代之過客 我就是最後一代的一代宗師 喔唷喔 然後那個什麼 背後配著羅南 一代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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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羅 然後還有大俠 大家好 我是能跟 被網友稱為唯一可以有資格 做台灣影評人的半屏出 一起直播感到 感到余有榮焉的大俠 我們今天才聊 我今天才跟我公司的人聊這件事情 就是我工作的人 他們一直拿這件事情來開玩笑 你知道嗎 好 這件事情我抽點時間講 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任何觀念 關係 我沒有去看亞太影展 我也沒有參觀 我甚至連直播都沒看 OK 我根本只是看到新聞報道以後 覺得這怎麼會那麼 然後就轉了一下這樣子 怎麼就會被那個靠北 就被那個靠北的討論區 只有半屏出那個有在評 沒有 不是這件事情的 很多影評人都有在評這件事 但是我自己也要講 這件事情跟影評人沒什麼直接關係 因為那是影展 所以那是影展頒獎典禮 那個 我覺得影評人基本上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 評片 評電影 如果沒上電 電影沒上 你是要怎麼評他 當然啦 你是可以評那個秀 評秀到底 倒是一回 但是 但那個電影沒有直接關聯啊 你應該要講的是這個秀場 到底做得好不好啊 排場大不大 然後他有沒有那個 但是 事實上我覺得 國內的那個頒獎典禮 一直以來都很悶 都永遠都在能場 啊他這個只是 只是你們非常不巧看到一個更 更 更慘的 對 你剛剛落在的時候 我還在跟 安西聊說 就是 我剛 就是他在亞太營戰裡面當志工 然後我就很好奇問他說 欸 這件事搞那麼大 那我來問一下是什麼情況 他就說 其實是因為主辦單位以前是辦 都是辦小型的那個巡迴影展 所以這一次 他們第一次辦這麼大東西 然後又人手嚴重不足 他們就大量的請志工這樣子 然後 才會很多東西都 然後經費不足幹嘛的 然後沒有溝通好 就很多地 環節都 有一點 沒有處理完 就是經驗不夠 然後結果就會變 就變這樣子了 好吧 這個我 我有我以前的經驗可以分享 不過那個 我倒是很想知道說 喔那個投稿的那個 那位人兄 對 說不定 就潛藏在目前的 潛藏在 搞不好就在我們的那個 網友裡面 因為那個 那人兄一定是辦屏促兄的那個 一定有看嘛 一定有看嘛 而且他並沒有接觸到其他影評人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影評人也有在罵 嗯 嗯 但是 但是他 但是他只有舉出促兄的例子 這樣 說不定那個 說不定那個 說不定 抛招者就在我們之中 總而言之很感謝 你的那個 打倒物評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 那個什麼 會錯意 哈哈哈哈 是的 是的 我在這件事情上 我跟大家一樣 我都只是一個 看熱鬧的觀眾 對啊 有其他影評人在追啊 他影展的問題 這樣子 對 歡迎那個 你們可以去看看他們 歡迎對這裡 歡迎大家來我的粉絲專業按讚 哈哈 好 那個 好 我們然後留給安希 安希 嗯 來 你的 你的那個10號了 沒有 10號嗎 哈哈哈哈 好吧 好想不出來10號的安希 今天還有想不出來10號的安希 好 今天 好啦 因為那個什麼 我開始 去上班之後 我已經很難有本週新片了 所以今天呢 我們可能就不會聊本週新片 我們可能就會聊一些 大家今天幹的什麼 這個禮拜你們想要聊的一些題目 那當然啦 呃 我們先聊那個好了 等一下我想看看 好 我們先讓安希講 好 因為安希有講說他最近 因為他是一個漫畫 對不起 應該要不要自己介紹一下你的職業 我之前其實在當漫畫編劇 那 最近我和我朋友剛合作申請文化部補助金 其實漫畫補助金嘛 嗯 然後現在下來 然後我們也拿到錢 嗯 所以我現在要開始做另外一個漫畫編劇的工作這樣 嗯 但這份 因為 其實漫畫補助金的申請 其實 也有很多潛規則在 所以 所以你要有熟門熟路的人 去申請 可能還會比較多 你要不要從頭 你是從頭開始 你到底一開始是怎麼樣知道有這個東西 喔 因為我之前是在 就是 一家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一部漫畫叫 冒險少年後平 他有沒有哪些作品 可以舉出來給觀眾知道 就是你們知不知道有一個名嘴叫徐後平 徐後平 好像有聽過耶 他是在新聞農捲風的 他是新聞農捲風的常客 喔 我之前在公司 就是董事長 希望能幫他做個漫畫 但 但 但最後 下場得非常淒慘 那 那這個不是重點 就是我在那間公司 有認識到另外一個朋友 他在法國 他在法國有豐富的漫畫的經驗 就是法國的出版社接下的經驗 然後 他有一次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興趣要做一部星際題材漫畫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有有有 然後就說好 那 那我們就開始做這樣子 所以你們是先 所以你們是先創作 我們先開始 先寫世界觀 然後世界觀寫完之後 由我來寫編劇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去 去 去申請漫畫補助 嗯 那 那 申請漫畫補助這件事情 你是怎麼知道的 就是 就是我朋友 我朋友那邊 知道的啊 所以是他跟 跟你講 其實 其實 在接觸漫畫產業的時候 有 對 他有時候 你在網路上自然會知道這些事情 嗯 我朋友 就是我朋友他其實是 就是 對這一圈很熟 所以他就知道這個訊息 嗯 那時候我就有去 他文化部那時候有辦一場 演講 就是那個 那個 就是 補助案申請 的 說明會 他就 很多漫畫家或是出版社都會過去 嗯 然後但他們都會 因為很多漫畫 很多漫畫家聽到有補助案 然後他們 很多漫畫家就開始抱怨說 這個補助案就是給專業人士寫 那一般漫畫家不會寫的 這樣 嗯 然後文化部聽到這些聲音之後 他們 就召開一個說明會 就是讓 出版社 他所說的意思是說 提案之間規 規則什麼 沒有人知道 對 規則這些規則就是 企劃書的格式 都 一般漫畫家其實都不太清楚 要不然就是 出版社幫漫畫家代寫 一般都是這樣 嗯 對 但 之後我們就去參加說明會 是 對 但他這次補助案的 補助案的方式 其實就是用 以漫畫為主 嗯 比如說 你可以 或是說 以漫畫作為周邊的發展 的 周邊產品的發展 也都可以升級 嗯 但 你所有做 以所有做 創作出發點 都是要以漫畫做出發點 比如說 你漫畫可以改編成 遊戲 你漫畫可以改編成 夢畫 嗯 或是說 你可以申請稿 稿費去創作漫畫 哦 但你不能做的 你不能做的就是說 把小說改編成漫畫 這個是不行的 因為最開始 你最開始的題材形式 也是要用 以漫畫做出發點 這樣 以什麼 以漫畫做出發點 哦 比如說像 像 就是像 小說改編成漫畫 這個就不行 但漫畫改編成小說是可以的 簡單來說是他要以 原創漫畫做出發點 對 所以我就不能夠改編 那個 射雕英雄傳這種的 這樣就不行 這樣不行 不行 對 那我能不能改編 快塔旋風 嗯 就是改編遊戲之類的 改編遊戲 是可以啊 你可以把漫畫改變成 遊戲是可以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把遊戲改變成漫畫 這個 好像 好像也不行 他有這個規則 應該是怕那個 著作權跟版權 可能會變得很複雜吧 對 因為那是 現場 對對對 現場就有人提問 就有人提問說 小說改編成漫畫可以 但那個 文化部分就說不行 嗯 對 因為現在就有所知那種 比如說小說啊 或是 其他媒體啊 要授權 比如說轉成 可以改編成電視電影 或是改編成漫畫 其實他們都有 限時間 這其實 你幾年沒有動作 對 那 我版權就會收回來 這樣 他主要還是為了IP 對 他們會規定這種規則 就是希望說 那個IP是他們可以百分之百 掌握的 嗯 好吧 然後呢 接下來 所以你們就開始做了 是這樣嗎 我們 其實就開始寫企劃書 但企劃書最重要 其實 是看你 對那個 成本 成本 有沒有概念 所以他其實 嗯 就是 企劃書的重點就是 你要提出那個 數字 畢竟是漂亮 對 因為 有些 有些 公家單位就會從數字去判斷 這個人 這個人寫企劃案 到底有沒有概念 哦 對對對 因為有些 有些公家機關看那個數字不對 他連企劃內容都打 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我寫了一個 很好的故事 這樣子 嗯 嗯 企劃案處置寫的 不OK 他們覺得說 你這個不會寫企劃案 你就也不能選進去 因為 因為 對 我們這個申請企劃案其實有分兩個階段 嗯 是 第一個階段他會先刷掉一些人 然後第二個階段 他會 他會通知你去做 去文化部做簡報 嗯 就是 如果有到這一段 這個階段的話 你就 你的 你的申請案應該很大的機率會過 嗯 但我聽 聽到現場有一個 做簡報很扯 就是一個漫畫家 他一次申請一千萬經費 嗯 然後 然後那個評審就問他說為什麼 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麼 就是 我的粉絲團有十幾萬人 不是這跟一千萬有什麼關係 對啊 所以那個 他就被評審聽到爆炸 你說那個漫畫家說什麼 他說我的粉絲有十幾萬 但是這不是 這 他應該是會錯的意 就是 當他問這一千萬的意思 並不是說那個 應該只是說 因為補助案的目標 並不是說要給你錢 對 補助案的目標是 希望能夠讓你 呃 應該是說補助案的目標是政府投資你 所以他並不是買你的東西喔 他是投資你 然後讓你那個時候 就是以後讓你有辦法 的 把你的東西完成 然後他 到時候還要拿回來的 拿回這個利潤之類的 喔真的喔 對他還有擁有權 他還是有擁有權的喔 因為他必須可以把這個東西拿去 做為政府用途 你知道嗎 不然他幹嘛要給你 你要把他當成是投資人啊 我以前 我們以前有報過類似電視節目的那個 補助案啊 但是補助案他也不是代表說 他要全部給你錢去做這件事喔 他可能是指出 三分之一的那個成本 他所以比如說你報 一百萬好了 他可能只會給你三十萬 懂意思嗎 也就是說 他並不是代表說 他要所有錢給你去做這件事情 對 而且最後呢 你這個東西做出來 你必須在最後在結案的時候 你要給他很多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 像我們那時候拍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補助案是HD 攝影的補助案 就是那個東西必須要 是1080P的 然後 而且要規 這個時候要規定一定要HDcam來拍 所以你一定要有那個攝影機喔 你一定要 而且你還要畫面 你還有那個什麼 畫面證明說你用這個喔 你要去現場 要有那個 這也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其實 像我自己平常接案 會介紹很多活動紀錄案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要拍活動紀錄案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要拍活動紀錄案 因為那個東西是要爆帳的 那個東西 不是拍漂亮的 他是要證明說 現場有真的有辦這個活動 然後有請這個人 有請showgirl 然後有弄buffet 然後有很多人來 然後這個場地 我有用 然後那個警有打出來 然後這個東西拿回去 造冊 然後那個人家成 那個手 預算才會回來 對 所以其實你要想這個 你要搞清楚這一點 所以可是那個剛剛如果聽安心那個講 他只是覺得說 他認為這件事 他可能搞錯了那個補助案的用意 他以為是 呃 我十幾萬的那個粉絲 所以那個時候 呃 每個人斗內 然後所以你那個時候 你讓我有一千萬就是很正常的 他可能只是非常簡單這樣子 但是不是 完全不是這樣子 對 所以 而且通常錢會很晚才會來 對 我是不曉得漫畫的情況 因為 那個 我們拍了兩年 然後 都是自己先電啊 自己去貸款 然後 等到他下來 才有辦法去把那些 經費把他再填回來 之類的 如果我們這次是先拿到錢 所以你的案例就不一樣了 對 因為你在影視的情況下 真的要驗收到成品 他才可以 對 因為你在中間沒有他就都沒有 你要最後拿到東西才拿去用 我好奇的是 那這樣子 你們提出氣化案的時候 你們的 故事劇本已經完成到什麼樣的程度 他才會是 一個 世界觀跟種族設定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 才會把它放進氣化案這樣 然後 然後這個故事的大架構也完成了這樣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就只是 只差把那個劇本一句去寫出來而已 對 對 目前是要盡力這麼多 不過聽你的講法 那個什麼 那個漫畫的補助案其實應該顯然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 所以他們比較 我只是聽喔 我只是覺得聽起來比較沒有以前我們在 去申請補助或者是去提案的那個的漏洗 因為以前真的是 是一種非常看形式的 你如果氣化案格式不對 你就根本不會過 對 他們這是看格式的 你的內容 都不看內容 他們只是看那個格式有沒有那個排在那個地方 他沒有的話就直接把它刷掉了這樣子 然後去報告也是一樣 你報告也不能夠講你自己想要講的 對 就是有一個規則 就很八股啊 對阿 但是聽你的聽你的說法 我覺得應該 如果你們都可以去報的比較好的話 應該就是 應該是OK的 應該沒有那麼 應該可能比較 比較新穎吧 對 其實這次 這次很特別是 我們總共兩百 我有兩百多個人報 然後 你內容如果他覺得有缺漏的話 他還會退回去 要你保健 所以還蠻佛心的這樣 不會直接這樣刷掉 所以你們已經拿到款了 對 還沒 就是我們 我們要再等那個文件 那個文件 嗯 我們今年跟明年一起拿掉 好吧 那就 祝福你啦 那個能夠拿到政府補助總是一件好事 對啊 Alright OK 好吧 那你有什麼 那你有什麼那個什麼 看一下 有人要問問題 他們能夠接受多長篇幅的作品 他只在問 對啊 喔他沒有限制啊 沒有限制 對 所以那個 那個什麼 四格漫畫也可以這樣 四格漫畫也可以 當然 其實申請機率 四格漫畫可以要一千萬嗎 太厲害了 四格漫畫 哇 一定要拿一千萬 給 呵呵呵呵 千萬 嗯 嗯 那你們的東西是 那你們的東西是 那你們的東西是短片還是長篇 算長篇 因為我們是要做像是 新計生霸戰題材那種 那種 所以其實應該也是發揮IP 對啊 對啊 好吧 那有什麼那個 呃 覺得如果 短短的講 如果他也有想要做的話 那你有什麼建議 對 如果有人想要做 也想要那個什麼 去申請補助的話 申請補助的話 就平常心啦 平常 對 平常心 因為這裡面 真的是結構複雜 就是 嗯 你可能要有 有一些人是跟你 內部官員有 打過交道的 就是知道有跟他們溝通的語言 嗯 讓他們這樣申請會比較順利 因為我的朋友 是長期之前是在寫 長期在寫補助企劃案 嗯 所以他們 他知道那個 這個結構怎麼寫 所以 所以比較容易就做 所以也就是說 你應該要找一個會寫企劃案 對 對啊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 一定是要這樣做的 那這樣做 要不然很多人都是 看都是 截止前一天才寫 那會過才要鬼 對啊 很多話叫做這樣 我個人的經驗 雖然我沒有去 申請補助 因為當時申請補助 並不是我啦 但是我其實有 呃 有做過一些那種 去跟標 你知道 就是有人發案 然後你要去標案 其實那個東西跟 那個就有點像 其實你要準備的東西很多 你首先 你那個企劃書 可不是你想要是幾頁子 你要把它丁 丁莊造冊 而且一次好幾份 你知道 就是 你等於是要做書出來給人家看的 你知道 然後那書 又是非常難看的書 就是非常不好看的書 那書裡面的東西全部都有點累 已經有點接近文言文的那種東西 對 真的 他們只接受這樣子 只接受這樣子的 公文寫出來看 對對對 就是寫公文啦 對啊 你要對 你要對那個成本有概念 嗯 成本有概念這件事情 其實你不一定要你自己啊 那個就是要找那個 不要亂寫 你要找那個類似會計或是什麼 或是你自己知道 那個什麼 有人 有人比較知道說 要如何控管你的一個那個 項目的時候 你可能 會需要他這樣子 但是一樣啊 就是越多人來做這件事情 就越多人分這筆錢 對啊 就這麼簡單 對 我是有聽過有人是專門 職業的 是專門 專門幫你做標案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知道要如何應對這件事 我相信鸚鵡應該就是 應該是滿熟的 因為像鸚鵡這種是長跑法院的啊 法院公文系統 其實跟那個是很像的 所以他大概知道要怎麼寫啊 所以好啦 他跟鸚鵡交朋友 我真的有講過啊 就是之前那個什麼 妙麗為什麼不能嫁給哈利 這件 這個那個那篇文章 其實就在講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先人 其實 像鸚鵡這種人 其實就是魔法師 你知道嗎 他們唸的那個咒語就是公文書 你知道嗎 就是你怎麼跟政府要那個東西 都不起笑 但是呢 你就是照格式寫就起笑 所以那個是咒語 你要知道怎麼樣寫 對 好吧 OK 好 這個是 安息 特別分享的補助案件 如何申請漫畫補助案 對 然後他講了一個1000萬的那個故事 然後他講了一個1000萬的那個故事 他長幫人寫啊 對 你看 怎麼沒認識他呢 OK 好 那 我來想看一下 呃 好 這個是安息的部分 然後 好啦 我們丟給那個 悠遊 悠飲品 的朋友 來吧 因為你之前跟我講說你想要聊那個 引爆點 因為這是我近期唯一 我把引爆點拿出來 對 這也是我近期覺得我好像可以拿出來講 因為 之前他們那個什麼 事片 對 都沒有辦法去看 很可惜 那個之前那個什麼 紀錄李維那一部也沒機會看啊 真實 我唸還是你唸 欸 我看一下 這也沒什麼 引爆點都 引爆點都上了一週多有了吧 對啊 不然怎麼感覺 我們沒有芯片啊 沒芯片啊 沒什麼 沒聊到這樣子 對啊 我們可以引爆點延伸出去啊 我最近 特地為了引爆點 然後 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介紹一下 我知道的台灣一些 推理 推理懸疑片 這樣子 嗯 對啊 然後 對 沒想到 如果大家 都有看過的話 其實還蠻有趣的 等一下 我想要 我想要丟奇摩電影 結果他突然間對我展開問卷調查 媽的 不要這個時候問卷調查我啊 而且還找不到XX欸 我真的 他真的超故意的 你知道嗎 小小的 你要往上滑看看 沒有 我那時候看完就很想直接關著他 是不是 OK 引爆點 OK 上映鐘 中寫沒機會看了 黃飛中寫的那個什麼 簡潔還是我認識的人 對啊 就是高 高明勝先生 好 來看一下我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我們現在看到 霸王龍選手被美女克萊爾 舉著信號彈擰進雷台了 霸王龍選手挑釁帝王霸王龍呢 還要的觀眾們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兩隻霸王龍展開了激烈的攻防 霸王龍企圖攻擊帝王霸王龍的頸部 不斷撕扯 敵王霸王慘叫為聲 而第二下卻閃開了 還給霸王龍一左掌擊打 右手把霸王龍頭往下壓 順勢做出了拋摔 霸王龍失去平衡倒地了